据叙利亚军方消息 日前叙利亚军队已经对东谷塔地区的叛军武装进行了分割包围 目前两股较大的叛军分别被围困在杜马和哈拉斯塔两座城镇中 叙利亚军队正在呼吁包围圈内的叛军武装放下武器投降 并承诺给予国际法保护的诈服待遇 但是由于这批叛军大多是死因分子 手上很多都占有血债 因此抵抗决心非常坚决 由于担心大规模打击将造成平民严重伤亡 续军目前也没有太好办法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 美国方面却突然表示 正在考虑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以惩罚该国使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 消息一出不惊让公众哗然 要知道前一天美国方面刚不勤不愿地承认叙利亚 没有在东谷塔使用化学武器 一天之后就继续用化武借口准备发动军事打击 外界认为 其实对美国来说 无论有没有借口都不影响其发动军事行动 只要美国认为有必要 没有借口也能制造借口 伊拉克战争就是例子 据悉 美国目前已经在叙利亚周边海域部署了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此外巴林、阿联酋和伊拉克等地部署的美国战机和轰炸机也做好了战斗准备 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出动对叙利亚进行大规模空袭 这并非美国首次大规模轰炸叙利亚 2017年4月份 美国曾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造成几百人死伤为借口 对该国进行大举空袭 发射了5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 造成了叙利亚空军严重损失 但是叙利亚坚决否认曾发动化武攻击 就在叙利亚危在旦夕时刻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宣布 将全力支持叙利亚盟友的防御 任何对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的打击都不会不受惩罚 同时俄军还警告 如果俄军遭到军事打击的话 将毫不犹豫发动反击 军事专家表示 在美军磨刀带祸之际 俄军的表态对叙利亚可谓是雪中送炭的打气之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击都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